潮流興Snash族 王大軍既是KOL 公關 走平人 現在又主力做寵物網站 究竟哪一種工作他比較喜歡 我想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有趣的地方 和他的挑戰性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全部一起做 不過可能在不同的階段 也不可能所有的事都一起做 例如做記者主播 我仍然覺得是一個很具挑戰性 和有意義的工作 不過可能做了這個工作之後 可能我其他想做的事都做不到 我覺得其他譬如說 我現在做寵物網站 或者做公關 或者做一些可能是KOL 一些社作這些工作 如果可以兼顧到 我希望都可以 一樣都可以一起同時間進行多線發展 大家都記得王大軍主播的身份 那他認為做一個主播 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我想要看你講 是做一個怎樣的主播 如果你只是想作為一個主播 是好像一個跳板 之後去做其他事情 我想簡單來說 可能你有一個 見到客人的外表 可能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個主播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 有志於一個新聞工作者 是一個角色的主播 可能需要一個球之獄 你要一件事 去打完沙盆民道督 這些個性 另外一件事就是 捱得苦 可能要捱奸底野 或者長時間作戰 這些都是一個 真正的一個新聞工作者 一個主播的一個很必要的條件